哈喽我是小迪当 今天光超市发现了这两个 一盒豆乳的千丝泥 另一盒是超仙气的假水 超市啥时候卖泥了呀 今天就来看看超市买的泥好不好玩 怎么好像太空沙 我不会买了一盒沙回来吧 这样看又好像棉花沙 它的价格可要10块钱呢 这好像真的是棉花沙呀 这样看确实有那么一点像蚕丝泥 但是根据它的手感 我还是确定它是棉花沙 超级软超级棉 而且抓在手指上的残留会有一点黏黏的 不信拿一块脆泥试一下 我真被我说对了 它已经开始融化了 Oh my god 咦 画面太美 怕了怕了 再来看这个仙气的假水 特意买了一个我最爱的紫色 还有一层铝模纸 嗯 水当当的流动性也超好 摸上去很水润 但完全不会沾湿手 哇 这样玩太舒服了 完全不粘纸巾哦 玩起来也不容易断 而且它的价格只要7块钱 超市卖的这个假水 比小卖不卖的质量和分量都好多了 好了 那么问题来了 今天的每日疑问是 我花了10块钱 买了这样一盒蚕丝泥的棉花沙 你们觉得值吗 我的天啊 好 好 想